在中国古代一直有以星象来判断凶极的习惯 而在很多的古代文学作品里 在某些皇帝驾崩或名将逝世的时候 都会有江星陨落的天象 而在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 也有着八个人物在逝世时有着有星坠地的天象 其中有我们都熟悉的大将 也有着我们没想到的人士 今天就由我们来一一盘点 第一位孙坚 孙坚是谁呢 他就是江东孙家的奠基人 是孙策与孙权的父亲 作为长沙太守的他 也曾参加了诸侯联合讨伐董卓之战 且作战勇猛成为诸侯联军中战功最多的一支诸侯部队 而在联军之后 三国演义中的孙坚因拿到的玉玺而退兵 由于此时的长沙已归刘表所有 孙坚率部依附于袁树帐下 寻找着回到江东地区的机会 公元191年 袁树派孙坚攻打荆州刘备 却终服被乱箭射死 年仅37岁 在三国演义中 刘表谋事快良 夜观天象 断定了孙坚之死 第二位刘奇 刘奇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 他是刘表的长子 但他最终却未能继承刘表的荆州 曹操军至新野刘从投降 刘奇必走江夏 赤壁一战 曹操重新失去了对于荆州的控制 但刘奇却再也没有机会重掌荆州 公元209年 在赤壁大战一年后 刘奇病逝 在三国演义中则是诸葛亮看出了端倪 第三位庞统 庞统名声早已在外 拥有凤厨之名的他早年与诸葛亮齐名于荆州 而当他成为刘备入蜀的军师之后 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尾声 洛凤泊的故事想必大家早已耳闻 但最先遇知道庞统之死的依然还是那个三国演义中鬼神莫测的诸葛亮 第四位 关羽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却少了关羽 那本书必然失色一半 关羽作为三国属汉中的武将代表 有星罪代表其死亡也是自然 当时关羽发动相反战役 前期顺利的军事行动 让关羽疏忽了后方的防守 最终被吕蒙以一招白衣渡江 直接端掉了老巢 而从星象看到关羽之死的又是诸葛亮 看来我们诸葛大神在星象学上还真是有所造诣 第五位张飞 有了关羽又怎么能少得了三弟张飞 那张飞是怎么死的呢 在睡梦中被下属切下脑袋死的 作为蜀汉阵营中少有的猛将 刘备对张飞的信任恐怕比关羽都高 但张飞的最大问题就是鞭打士卒 而最终也正是两个不服气的不将范江 张达刺杀而亡 而这一次夜观星象看到江星坠地的 不是神人诸葛亮 而是蜀汉之主刘备 看来这几年学到了不少星象之术 第六位周瑜 作为三国时期东吴的代表人物 周瑜在死亡的时候也有着江星坠地的描写 作为赤壁之战的总策划师 周瑜早已在东吴拥有了极高的人望 这一点就连吴帝孙权都有所不悦 很可惜周瑜在赤壁之战后不久也因病离开了人世 而此时看一江星坠地的人 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是诸葛亮 第七位诸葛亮 作为刘备的托古大臣 诸葛亮确实是兢兢业业辅助流产 终于倒在了六出奇山的关口上 算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而这次夜观天象预测到诸葛亮之死的 就是他的老对手司马懿 第八位公孙渊 公孙渊或许大家并不了解 他是公孙康的儿子 在辽东夺取了他输公孙公之位 后来一直在卫国与吴国之间摇摆 直到曹瑞在位之时 公孙渊宣布辽东立国 自称燕王正式称帝 但就算称帝没实力依然不行 卫国派司马懿前往征讨 他率兵迎击 仅仅一年内辽东平定 公孙渊被杀 从此辽东正式被归入曹魏版图 这次看到江星坠地的 就是那个让为明帝曹瑞 精心胆战的司马懿 最后我们来看看 夜观星象最牛的死亡预言者 又是谁呢 大家自己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